一大早 见识人员进入台大女生宿舍 警方也大批赶底 清晨六点 蹦的一生 一名21岁大三女学生 从四楼坠落 当场没有呼吸心跳 我不清楚 会是刚刚到 警方向校方了解才知道 这名坠楼的女大生 求学之路艰辛 罹患罕见疾病 自行克服后 好不容易考上台大 还领奖学金 以自身故事撰写的小论文 还获得全国特优 最近的目标是 到国外当交换学生 对社会科学有兴趣 还想攻读研究所 整治却在暑假结束之际 从宿舍摔下 坠落原因警方还要理清